1月20日晚,随着牛年的到来 肖战作为年轻有为的演员 迎来了全新的代言合作《猛牛乳夜》 对于这次代言合作的消息 肖战也在微博上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回顾2020年,他感慨万千,收获满满 且消息一出,引起了广泛关注 各大媒体第一时间进行了报道 作为国际知名企业 《猛牛乳夜》选择肖战作为集团代言人 自然不是一时冲动,而是深思熟虑 对于肖战本人而言 成为《猛牛乳夜》的品牌代言人无疑是莫大的荣幸 演艺事业的不断发展,以及此次代言合作的成功 都让人对肖战充满期待 除了代言合作本身 肖战还参与了一段2分55秒的新宣传片的录制 这段宣传片在29家卫视和平台的黄金时段同步上线 观众爆满,包括东风卫视和北京卫视 重庆卫视,浙江卫视等各大审视权威卫视 这也体现了《猛牛乳夜》对此次代言合作的重视 不仅如此,猛牛乳夜还专门开了一家肖战明星店 客户名称取名为坚固 这一意图导致顾客蜂拥而至导致系统崩溃 但仍有不少粉丝表示理解和支持 并在小沼泽微博留言表示会耐心等待修复 这样的一幕让人感受到肖战在公众中的强大影响力 《猛牛乳夜》的品牌形象也随之提升 在此次代言合作中 肖战的商业价值再次展现出巨大的潜力 他的高光时刻令人印象深刻 无论是微博还是各大平台 肖战的流量都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 在商家和平台眼里 他显然是商业价值不可动摇的代表 这可能也是《猛牛乳夜》选择肖战作为代言人的原因之一 在大众看来作为一名演员 肖战能够获得如此多的商机和关注度 让人充满疑惑和期待 或许有人认为肖战的商业价值只是靠人气支撑 没有真正的实力和贡献 但我们不能忽视肖战在演艺试验上不断进步和发展 他的不断努力和付出才是真正支撑他商业价值的 别为其他年轻演员树立了榜样 总之不管怎样肖战的大言合作都让人充满期待 相信他在新的一年里会越来越好 让我们一起期待他的精彩表现